前不久面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对华为的安全质疑 英国曾表示力挺华为 反而就此前收集的证据 率先提出对于美国公司的质疑 而昨日却爆出 不久前支持华为的英国 怀疑华为设备存在重大安全缺陷 针对英国监管机构提出的质疑 华为轮值总裁郭平 很快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将接受最严格的行业测试 此次向华为发起最严厉警告的 是英国专门为华为成立的监督机构 该机构提出的质疑 与早前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对华为的公开支持相矛盾 要知道华为曾参加过最为严格的专业测试 华为此前参加的安全测试 在包含12项目专业测试中 华为凭借9项进入行业最高级别 而上下的3项测试也都高于平均安全级别 不仅如此 为了应对英国监督机构最为严格的安全要求 华为向英国承诺5年内将会付出120亿 用于改造解决该机构提出的未来可能存在的忧虑 日前 华为已经对之前提出的问题 按照要求提供了解决改进计划 但是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依然对于华为的方案提出质疑 并不能够信任华为有能力解决这些重要问题 对于早前提出的问题 质疑华为的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 该机构在本周的报告中 坚持认为没有看到华为的改变能力 措辞严厉地要求华为提出证明 证明其实力能够实现软件工程和满足互联网安全 而据统计 华为在过去的30年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网络安全记录 更何况在备手争议的近年来 更是没有重大安全事故设计到华为 可以说这和华为近年来加大投入 不断提升能力分不开 华为走出国门 进入全球市场 面对国际化的监控 饱受无数质疑 这其中有太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而面对外界提出的潜在缺陷 华为也在积极提出解决方案 但是想要打消外界关于华为软件工程 网络安全和华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诸多疑问 还需要很长的路 此次英国监管部门对外公布的这份报告 是否会对华为武器网络业务的开展 带来不利影响 英国最大运营商曾表态 希望英国政府不要受到外界影响 表示支持华为 指保重用递 destroyed 不存在于华为 但他们的口网络业务不得分开 selepas这个讨厌 这次您能接着